声强哥 这么确实的话 就我感觉他是 就一个 每个方面都做的比较好的上单吧 然后 也比较团队 然后就上单能做的点 他也基本上都能做好吧 然后这些人他的话 嗯 拿多少钱 拿到优势的话就感觉 感觉 对腰人吧 然后就 跟他打2v2这种 我觉得下一场对战RE的话 他们上单Cube 还是打得比较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跟他发育为主 我觉得虽然我们 队伍常规赛 挺多可惜的地方 但是我们 目前为止改 改的还是比较好 我们目前是 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我觉得后面比赛 还是可以期待 看下RA这边的辅助怎么选 感觉得选个偏薄一点的呀 因为 看起来好凶啊 左边 塔姆了 是要保护一下 人家左边的这种 但是塔姆就挺怕九筒的 而且这手布隆 我觉得扳得挺真对的 这手布隆一般 现在你去马后炮的讲的话 好像真的有点九筒的一个味道 对布隆是挺克左边阵容的 是的 你不管是开团呀 还是九筒的这个大招 那这把就是RA要完全守住 ETC进攻才行啊 对RA这边是铁桶阵 保双C的一个阵容吧 但ETC的阵容感觉 中野起节能力会很强啊 然后再配合一个下路 82分74分 怎么两把都是扎实 哎 良好 这74分 你说扎实还在良好下面 对啊 这真的就是一个高情商的用词 我刚70分 我还以为又扎实 就你这个 你怎么评价我这个人 你是个好人 对吧 是 就好人BP 扎实BP 扎实卡 不过这把总的BP下来 RA这个阵容不是说没有机会啊 两边其实差不多 RA有他赢的点 一滴就一滴记 能够通过中期团战胜利的点 感觉RA就会比较拖 对比较拖 但一定要拖到后面 其实右边这个阵容 要杀黄加个飞楼斯加上一个奥恩 看起来就很猛 看起来就很扎实 这个阵容后期真的很扎实 是的 感觉是那种自动能领先你六七千万钱的 我们这个不是高情商扎实啊 是真扎实对吧 就是宝义的扎实 宝义的扎实 后面还有个塔姆增加容错 又有个猴子对吧 其实这阵容给他打到后期真不错 就看ED会不会把这个选球滚起来了 是的 这个阵容看起来前中期非常的强 就对线首先不能出位 你看他这个扎实怎么平出来 他就是每条线啊 他都是对线强度会比较弱 你看都是50%以上 人家这把是良好 人家这把不是扎实 其实四分讲道理在我这就扎实 而且还有一点 我们这两套系统好吧 那说明我们数据都还挺互通的 那这边抱团入侵 过来是做了一下视野 这把的话 Scold是选择起风密集 四代五是偷钱 这把的话两边的 这个眼位差得很深啊 那乐园这个位置 马上就会被看到 看起来好像有点想法啊 枪宝这里 不会想升个Q去抢吧 好像这个时候还不走的话 是有想法的 这个时候不论是先攻啊 诶啊 一技能直接炸了一下 偷一下钱 然后法力由攜带 再加25很舒服 不过这个插子也是被排了 沙罗直接勾了上去 先打塔鲁吗 艾波这边反身挂了个虚物给白魄 这波说实话这个时候 差有点 得点燃了 治疗先交 逼闪还要杀 毛刹王请多 差一下 哇 这个治疗还是拉起来了 是 我脾气好大两边 这一勾 又想找机会 直接勾 勾到了 勾的是iboy 哇 这下路一击有点小杖 但是说话下路你卡得萨就得这么打 这旁边的眼位也看到乐颜过来了 只要往后拉就行了 这样还变向了耽误了乐颜的刷野之间啊 这个眼位很关键啊 乐颜现在就刷了一组也过来的 直到这边有眼了 这一级 一滴两个眼位其实是 很有讲究 对 很要命的 嗯 原来这边是没闪现的一个状态 还要被骚扰一下 哎呦 不太敢排呀 真不太敢排 没闪现 没修了一个塔姆 一级 这就僵住了 这视野还会在这边存在 那乐颜这边又自己很难受 对吧 过来白跑一趟 耽误我十几秒钟 对 其实刚才瑞瑞往下走了那一步 就已经注定是这个结果了 是的 哇 中路这一波消耗也是 全中 对 打挺完美的 哦 俊佳有想法 知道这边在打他吗 但是我没有演 开扫描 看到这个眼位了 那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 第一时间没清理这个眼位 他觉得乐颜在打 结果能不能抓wiper 减缩粽粘住 但是 挺难杀的 哎 这个自己预言家要死了呀 正敢顶过来吧 直接被逼多哦 而且 看这个Q拿到人头 乐颜咬死了 交 一闪 一闪 俊佳闪先过来敲 有双MUFF 哇呀 俊佳起飞了 两个Q也能带走两个人头 哎 这一波还可以跃的 只能走了一勾 哇 逼闪 每一口这泰坦的勾就有点准了呀 哇 前期三勾直接把二人的下路给勾炸了 这敢顶上来是有点夸张 我觉得这一波 呃 他也不知道对面的野斧什么时候能回来吧 在排眼前 刚刚排完眼 这个脾气有点太大了 你不能跑眼 我过来顶你 但问题是他顶还很难顶到 因为必须是 他不是想顶到 他用W赶路想舔到 你看到也太夸张了吧 哎 不啊 不能来的这一波 关键是乐颜是粘住wiper的 你顶的那个位置 明显是赶路的位置吧 我觉得这种对面看来是 你这个 其实AD都不想来的 AD我塔下逼好好的 我填 填到了 这也太离谱了 老实说是吧 这一波 这AD都不想来的 这塔下刀捕的好好的 野斧过来 直接来一波节奏 兄弟搞我是吧 艾波还闪现被逼出来了 这艾波人晕了 这一波确实有点小离谱 这一波别说勾到了以后艾波也死了 是啊 这必须得要闪的 这一波人骂了呀 这就是俊佳的波鼻骂 这炸了 这一波直接炸了 我觉得一个是前期两个视野吧 看到了乐颜的位置 另外的话 确实这一波RA的F 这个不管是沟通的问题 还是这个配合 显得有点太操之过急了 是的 这有点小炸 这下路有点结束对线了 这附属霜 看着一个攻速鞋 两个人头是给Bobby拿下 还好没给附属之忙 要不然这波回家装备更变态 真的挺恐怖的 现在下路太坦点燃好了 你一旦被勾到人就没了 俊佳美滋滋 两个头 四级 而且本来前面也说了 而一个阵容是一个偏发育的 偏拖的一个阵容 是 前期这样一个遭遇一个大变故 现在感觉中心很难顶 现在无限入你野区 直接开始动龙了 这波动龙应该没啥问题 希望他舍不舍得花点时间去打 不舍得 还是想先再进野区 遭遇到了猴子 这波想打一个四包三有点勉强 其实打龙是最稳的 就打龙吧 人家打龙RA应该是不太想过来防的 四个人爹把这个龙做掉 正面是完全接不了团的 嗯 现在对于RA的双C来说 就是兄弟们别打架了 我想补兵 是的 求救了 那现在一定下路啊 还想来 这波 挨波是没有闪的 挨波自己要小心 冤家是有闪 对 那冤家这边闪现又在CD了 哇 关键是这一波逼这个闪是没有代价的逼闪啊 我感觉这个确实有点太 下路直接炸现了现在 对 就有点 太没有纪律性了 太没有纪律性了 就刚打完龙 兄弟们应该早点走的 都知道在打龙嘛 龙也掉了 有信息了 就早点走 应该不会掉这个闪 打得有点 这波感觉想动啊 想动 哎 但预言下这个位置怎么办 要勾吗 啊不勾了 算了 波比也不在 是 也没有主动去打 现在这个下路情况很不乐观而已 这波感觉还不还装了一波啊 往前一顶 又来 勾到了 直接给QO贴脸 这个虚弱 画得还不错 哇 还是爬了出来 就感觉这个招牌事情好像不值钱一样 闪现虚弱就 哎 但这波俊佳篮直接越弹怎么办 直接勾勾的打磨 一口质量交得出来 但是是在点燃之上的 没口没有死 俊佳过来直接比东 配合着卡丽斯塔 我的天哪 下路彻底炸穿了 这个没道理的 哎 好戏啊 一定是下路 我觉得RE这个下路没道理的 他这个闪现虚弱就交得好像这是不要钱一样 他这个闪现虚弱交得就 就我就交了怎么样吧 就我就交了 你可以省一下的 你可以越了 是这个意思 就你可以通过前期你稍微撤一下 然后你早点走 其实都不用交的 对吧 他这个闪现虚弱交的毫无价值 你闪现虚弱一交 然后你这边直接动你 对 就感觉这个闪现虚弱交的真的不要钱一样 而且有点难受啊 就一一一 但你看卡丽斯塔一个头没有 哈哈哈 确实 就如果如果是卡丽斯塔这里面四个头拿两个 这下路是真的不敢动了 他过来要帮爱不爱来挡这一下勾吗 然后直接给虚弱 这个说实话这个 有点小离谱的 这个闪现虚弱交的太可以了 而且MACO这勾也太准了吧 是这勾很准 然后 闪现拉开 配合波比第一个B咚 波比扛卡过来补补伤害 嗯 哎 哎 哎 猴子被逮了 不是 这个Viper被逮了 是一个单吃吗 猴子到六了 哦 那应该上线的时候 看了一眼这个 石头人 哎 狐狸过来 直接交大 反现一个E没有命中 那这样斯高斯大招被逼掉了 啊 这也赶紧 猴子 这个狐狸倒是没大了 赶紧赶紧 因为狐狸也没技能了吧 嗯 嗯 但这确实凶的 让一滴九点不敢动他 你有没有感觉到 啊 在打红buff 然后做爆炸球我过去的 对 出事地点是在 哦没过去还 没过去 最后交了个闪过去的 那这波很亏啊 直接被 猴子逮捕被烫死了 这 这是最气的 嗯 原家赶过来 连个助攻都没换成 现在将近十分钟 不过这波 凯利斯塔倒是 刚才应该是没赏金吧 是 对吧 因为他是没助攻的 这个没人头的嘛 现在下路的话 利用猴子一波单杀 稍微缓解了一下压力 这个就是一滴击下路想打得更凶一点了 他是想把红buff给凯利斯塔 嗯 以下路随便去压吧 是的 这个没想到出事了 出了一波小问题 乐岩这边是拿到一个头 中路过来帮帮清一波线 嗯 看这个先锋支也往哪里放吧 还是想往下放 下路继续的扩大优势 被视野看到了 这波总该要走了吧 这波赶紧留 好 看他狐狸回去了 又可以继续吃一波 不知道我的发育到还行 路队已经做了出来 这波猴子过来掩护一下 那这个塔一滴应该不太敢推到底 猴子就在附近 推下应该就走了 那这波阿姨的下落 防的没问题 都做到位了 也是知道这边有人了 这猴子这把好像没有去过其他路 对 而且这把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上路有过镜头 哈哈哈哈 九筒跟奥恩都不想给镜头了 是的 这把商工直接搞了个大面具 给一下给一下 很敷衍这个镜头给的 哈哈哈哈 那是因为他们要来下路了 都要给个镜头 打小了 想牵锤飞打野 接盘这个龙 还回到了正好 可以打了 大龙应该是拿下 一滴这边还要开吗 没打算开 QB这里也是被扫了出来 二人这里应该也开不起来了 因为下路装作 哎 还想硬开 开到了野斧 背后里面捅了一下 但是也不太好上 这种大招炸了一下 那可以了 两边拉开 对 一滴机也没想给你做出赢 他已经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 嗯 又想在这里找找找人 顺便打个石头人 乐园那把下路的照顾还是蛮到的 其实他必须要这么打 对 因为他如果不这么照顾下路的话 就真的没有未来了 他这是在赌一个未来 然后在这里阴一个即将上线的wiper 看下wiper这边的走位 wiper这波是没闪的 如果被牵手 当时很有可能直接带走 哎呀 放了个小鬼魂呀 君家就在附近 这波要打了 四个人都过来了 看这边要不要直接吸进去打 四波在侧意识跟张铺打了起来 但是这边没什么拦了呀 这边这边已经开了 开到预言家 预言家这边被打断了 打不出来 挂了个虚弱给wiper 爱波这边呼吨还是挺高的 跟wiper这边单挑 但是自己被看一看 打赢了 又勾到了乐言 乐言也刚刚没闪现的 他才拿到一个双杀 这一波wiper还是没有人头吗 呃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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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巧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打完是有点 有点小结束了 这波打完塔也没了 还是塔迪拉满的 对 有点小结束了 对 对 对 现在 RA这把的这个下路已经是打裂开 上路人麻了呀 上路跟中路现在都没什么尽头 但是现在下路是打裂开 塔盾来了 我这马上的盾弓也有了 看这一波其实下路这个位置应该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哇 闪现中钩了 哇 这把MACO就都神了 你 你觉不觉得他 是 基本上是 出头勾动 就我觉得这把其实两边的 辅助差距有点大 有点大 就几波这个塔姆的位置很尴尬 歪花 想要过来保一下 这边伤害场不太够啊 顿弓呢 顿弓那边触发 iBoy 打不太过 这边再拿一个人头 园家这边还有一层盾 乐岩想过来吗 好像不太过来 没大招的乐岩 想大招搂飞杀谎 但死高怎么特别杀过来了呀 乐岩这波怎么说 就两方过强 死高是要不要追 一级狼亲到 但是离得有点远啊 兄弟们 跟不太上 抢个蓝buff撤了 Cube也过来了 Cube急了 俊佳怎么说 没闪现的俊佳 这个位置应该是走不掉了 想摊一下这个蓝buff 摊摄时摊到了 聪明的人坐这个店门走了 是的 俊佳这边有点摊 没有坐这个传统门走掉 那当然的话Cube的支援还是有点价值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Cube的支援啊 应该是一地地全员在这里 拿这个蓝buff 拿这个蓝buff 这11级奥恩还是有点威慑力的 是的 刚刚是坐传统门过去 然后打了一波 然后又回来了 直接是闪现过枪 这边也是在动这个先锋 走 走开一会儿这把打的跟个打野一样 一直在打野怪 还有这个远古资源 因为对线机实在是赚太多了呀 是的 没事干了 直接都没必要用 直接拿一下 下路拿个塔吧 但这个就属于是战略点 嗯 战略点还好 多发二钱吧 成为我们的眼睛 现在还有十一秒的小龙刷新 RA是先占好了位置 但这波的话 沙皇得踢过来 沙皇踢了 能不能打一个先手 先打一个人多打人少 好像来不及了 九层已经踢了下来 那这样的话可能一地一要打了 直接大招可以摔我 就打沙皇 击飞了沙皇 大招炸过来 七把先往土都吸了进去 先锤飞一个猴子 猴子不在真面 长得很尴尬 然后推了一下正强哥 但在这个位置 又击飞两个人 只要有个精神可以拖一会儿 那歪步的速度会很高 轮延又转了起来 狐狸也倒了 三队员的话 恶美流思赶过来 好像打不太过 此转位是被九筒 啊一筒PASS 打了个三换二 这波已经算是RA比较好的一波团战了 那一地可以空下这条小龙 那小龙也听牌了 这波其实打的也算比较粗糙啊 一地这里 但是还好前面的优势比较大 先动沙皇这个想法好像 并没有特别奏效吧 被沙皇拖了蛮久的 而且像九筒的大招也是为了单独炸沙皇 就沙皇其实这一波不亏的 他吃了好多大 是的 然后又被预言家给吞了进去 这个虚弱靠的也很到位 其实狐狸这波 没感觉打出太多的伤害 主要这波被沙皇在那个位置输不了 所以弗洛沙皇也赶走了 就是做波拉球 我到正前那样来输出的 这一波其实一地打的是比较的粗糙 但是还好最后的结局是比较好 对 毕竟领先太多了 对 打得比较随意吧 这一波 上一波主要是子高特确实被压得比较惨 是 开队有点勉强 嗯 忠忠直接放先锋了 子高特在旁边看到乐延 先打一套再说 九层又来了 战艾波 艾波这个位置有闪现 闪现过强的F6说 但是扣到了塔姆 塔姆被逼咚了一下 而且你看神阳哥这个出装 还是伤害很高的出装 对 大面具加一个支天使 对 那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就有点失衡了 RA 现在完全 在正面 没有一旦之力啊 奥文等级倒是还可以 已经13了 调了装备了 这波直接炸艾波 找到位置 神阳哥没人管他了 神阳哥直接把艾波给碾死了 是 和艾波一过来 有什么情况 他看到一个睁眼 在洗衣装大致不好 有个桶子 撞到但是没人敢跟啊 也没有输出能跟 这波羊撞的还可以 但是没人能跟伤害 乐园一个人打9桶的话 伤害有点不太够啊 嗯 杀是杀不掉的 杀不掉的 赶紧做球子 呃 果子走 嗯 现在R也只能慢慢脱C位的装备了 现在草丛里面遇到9桶了 反正不管 对 先打一波吧 但伤害确实不太够 嗯 他这边只有10级啊 这把9桶又玩开心了 是 因为团战里是没有人 没有人愿意去管他的 对 这是上路在这个版本 最好的打开方式 对 哎呦感觉 哎 大龙要大龙了 嗯 已经是踢了过来 哎 但是假大龙 哎 埋伏到了Q过 十三千 韩狗过来想吃吗 呃 吃不到 预言家可能也要死了 大招还击飞了 那 那加速了 这波过来想吃加速了 嗯 猴子配合双C好像很难啊 啊 这里是一个预判沙皇会过来推的 对 防守型大招 看来就觉得猴子也要过来了 是的 炸了一下 但这波的话 这三个人能创造奇迹吗 双C加打野 不太可能讲道理 而且甚至你来这个抢龙都很难 并是有不由之毛的 是 看到 也知道这个草里面有两个人 MACOP和圣枪哥 过不来啊 啊 先戳先戳 伤害还可以 MACOP被打下了半血 嗯 乐言的大招快赚好了 哎 最后的机会了 要吹飞了 乐言 哎呀 终于被吹飞 麻毛加陈剑 非常稳健 勾强 而且艾波还怎么办 艾波还谁厉害最好的 吸进来 艾波这个位置可能好不掉了 直接通通被扣下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GP来自奥恩的 奥恩刚复活呀 又要死了吗 Q木 这么难受 直接被白毛拿到 又扣到了正面 不过是个假猴 大招 大招炸一下 交了个闪现自拽 我没有被炸回来 那这一波 可以回家整备一下了 甚至说可以身体拿电龙魂 这把应该是一个完美对局 这一把感觉 好难受啊 有点懵了 真的有点懵了 尤其刚才这连续的几波 乱了乱了 嗯 主要还是杀了那一波 杀了那一波 真的没道理的 回家 盛强哥补了个金身 这个酒桶三件套了 其实 这个酒桶现在才是 我觉得让RNA 正面最偷偷的那个点 伤害又高 你们查不了他 诶 这 哦 还好 梅虎这里闪现差一点时间 这 哎呦 说的很多 这波人多打人少 RNA能不能来一波 能来吗 这一波梅虎直接包过来了呀 很乱很乱 这边的话两个前排要被打死了 又被嘴到两个人 乐言转了起来 那输出跟不太上 杨卓兰可以 狐狸这边被秒了 在这个位置 阿贝留斯跟沙皇打死了很多的伤害 但白魂这边还是一个接近满起的状态 这边在拉扯 不过艾波这边要是牵脸输出了 有一个治疗 又拉开 还没死 我这边好事啊 又拔死一个 又是一个Q不 Q这边是坦率勾到了 阿贝留斯 九头再撞了上来 沙皇也倒了 这波 啊白魂呀 还在输出 说实话 这一波就属于一体进行赛 不管不顾的直接开了 我这白魂从头这个毛杀到位 而且他刚才那个闪现 打开距离再杀回去 操作很细 好家伙 这一波毛把美了 这一波就是还好领先 领先个五六千 那个位置感觉要出事 是的 那个位置感觉猴子啊 配合那个沙皇 饿飞留斯还是不错的 而且 Squad这一波又是没做什么 Squad这把有点迷 对 上把拿着个MVP啊 这把有点滑一下 这波在这个位置 主要猴子太猛了 人家转起来 对 然后配合这个羊 哇 这波这个猴子跟羊 正面又打起来了 WP就超神了 嗯 前面虽然很难拿到头 但后面是人头越打越多 上海高了嘛 是的 集合小龙 目前获得海克斯科技龙魂的 战队胜率是100% 电龙魂啊 有些1万的推进 看这里阿姨怎么守这一波 又是一勾 又勾到了 直接是秒杀了 Crywe 这边有个鸟盾也没有救下来 想要撞羊 能撞出来吗 被勾了一下好像 没撞出来 对于这一心的也没有顶飞 二号他的队 你在隔墙 隔墙 这个麦柔也是隔墙16cm 猴子 最后拿到无限的超神啊 中上倒进 猴子这也是正王了 还要坐船宗门走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再补及一波 还要在那边埋伏 原来 这是没扫眼了 对于是 可爱了 为推进 一些乎 他能取得 又要建设 如果yle 经济已经拉开到1万3了 而且有电龙 电龙魂的话 确实Viper这个风势猫 能更舒服的去拉扯 然后去滑 给你一件座 我继续放你风筝 四件套再加一个秒表 这Viper死不掉啊 这风势猫 这边OV流斯终于是有第二件装备了 这把下路的装备差 太大了 虽然现在龙Buff是没了 但正面好像也不是特别需要借助 只要把团开起来就行了 但沙皇这边 倾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戳一下 并就没了 诶 正面 九筒在这里 想消耗一下高地 又滑了上来 用电龙魂在拉扯 这这局现在对一TG来说 已经是happy game了 这把确实是个爽局 真是爽局 开局下路就已经不需要其他人再过来帮忙了 沙皇 还没有第三线装备 现在整整个感觉右边的伤害还是差一点 是 感觉一T还想再打一波大龙啊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不打算先推的 球稳嘛 对 毕竟有个沙皇 其实沙皇在这里应手高地的话 你还挺难推得下来的 嗯 奥文的等级提升这段时间也比较慢 他前面老早到13级了 我看 但是连续阵亡了几步 嗯 等级拉不起来了 现在等级已经落后的比较多了 对 奥文等级还是很关键的 现在只是给队友敲了一件状态 哇好稳啊 一T打的是严丝合风啊 还要过来 俊佳 而且是侧面包过来的那种 对 人群来了 他知道这里面有人 这波RA很危险 闪现钩 打到击地后排 猴子被吞了进去 想锤飞一下沙皇没有锤到 猴子转了起来 恶飞刘斯在很远的位置输出 九总是把沙皇炸走了 但是白鬼在正面上还太高了 又是超神 猴子在转后排打不死人了 拿了一个double kill 一天的必须一个闪现 减速到了 还要继续来吗 这边预言家是w顶走 爱波这个威力被轻荡 那边VIPER拿了一个三杀 还要来 预言家是被Q0的二段打死了 那这边只要带兵线过来 一个沙皇要受五个人推进 这边VIPER已经杀疯了呀 杀疯了杀疯了 16个投了 再画上来 还要来 没动中的这波 哎呗他打死了 有个秒表 主标里面要不要拨命 哦对我被九总劝退了 哎但这里说实话 嗯 这多久不一会儿了 这真的多久不一会儿了 拿个龙吧 嗯拿个龙 然后他来推进 啊先回家 然后状态都不太好 状态补给一下 然后再拿龙 哦这波打的好聪明 你看直接扭头 闪现过来就直接拍这边的猴子 这波其实乐颜赚的还可以 但是实在是伤害跟不上 双C都被干扰了呀 把那边沙皇被九总给单防了 是 如果沙皇跟那个 二费六四再跟一点点输出 有点机会 但是双倍差太大了 后面几波其实打的也是 也比较随意了吧 已经太大了 这把下路两拳的真惨 一个零杠七一个一杠八 俊佳在侧翼埋伏一手 来了这波找谁呢 还是想找Drive 但是前面有个Cube 只能先准备一下他了 又有复活甲的一个服务之毛 是 现在已经六神装了 想过来找 但是被Wiper给拉开了 原来拿远古龙了 拿远古龙直接推了 也不用大龙了 哎 哎 还是在找机会 哎 直接吸进去 丢出来 勾勒一下塔姆 但那边大招还没有给 想吹一下 没吹到 大招是给到Iboy 扬装了还可以 但那边塔姆太碎了 直接被秒掉 孤零宝再拿一个头 孤零室拿到了奥恩的人头 这边还要继续往前追 Iboy被Wiper起脸了 Wiper这边再拿一个 最后不用打龙了 直接一波 推一下 但是有复活甲啊 还 初期没拿到人头 后期一波团战 直接打了八千伤害 杀风了 后面一句 哇 这种局真的 爽局 下路 下路这把比较 下路跟这个 俊佳的一个波比 打开了局面 太离谱了这把 这把就感觉在初期 遇到了这样一个困难之后